黃金蓮華之鬥歌敬意 樂靈有活力 大家下午好 下午好 歡迎收看黃金蓮華之鬥歌敬意 樂靈有活力 上個星期我們第一回合淘汰賽的 首批學員們他們的這個比賽 可以說是相當的激烈 是的 六首近代金曲 絲絲入扣 可以說唱出了很多人的心聲 那現在呢 就讓我們起來回顧一下他們的精彩片段 音色相當不錯 所以繼續加油 第一句跟第二句 一有點飄 可是你逗後面就蠻穩的 所以蠻好的 今天的表現非常讓我感動 歌唱的感覺都在那邊了 我很佩服你的地方 就是你堅持唱下去 然後呢 把它救回來 你精準的穩定度還不夠 我還是挺喜歡你的聲音 你的音色挺漂亮的 感覺你好像是唱潮劇出聲的 裝飾音方面你處理的不錯 我們黃金蓮華呢 擁有這樣敬業的導師 不只是我們黃金舞台的福氣 也是我們學員們的福氣 那現在呢 馬上就來歡迎他們 首先我們來歡迎的是 乾坤再造隊的 吳坤杰導師 八面玲瓏隊 劉心玲導師 傑出非凡隊 林俊杰導師 好的 接下來要歡迎 今天的評審團出場了 那麼首先歡迎 資深媒體人 汪麗珍 歌唱導師 何春新 歌唱導師 陳一芳 歡迎你們 好 那接下來呢 我相信今天 又是一場應戰了 因為呢 六位學員當中 有兩位會被淘汰 是的 那不曉得我們的導師們 有沒有什麼話 要叮嚀的呢 我想跟我的學生說 就是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把所有的精神 都放在歌曲的意境裡 那成果是怎麼樣 就天天由命吧 所有的學員們呢 好好發揮今天的主題 就回到了那個年代 反正我們不是那個年代的人 就不需要太去糾結 對不對 那就讓你的思想 那你的情緒 就放空 然後去把歌曲發揮出來 那就對了 好 我想對所有參賽者來說 他們千萬不要緊張 今天是這場比賽當中的 他們的第二場 也就是他們的最終的成績 假如真的他們比賽落選的話 也不要淒淚 我們這個舞台 永遠歡迎他們 好的 那現在馬上呢 就來進行我們今天的挑戰了 那上個星期呢 我們是進行這個近代金曲 今天呢 我們就要來回顧經典 那麼曾經在九十年代 活躍於多個歌唱比賽的舞台當中 的這位李英杰 他也希望來到這個黃金年華 可以找回他的初心 找回他當年的這個自信跟感覺 是 他要心無雜念 全情投入的來為大家演唱這首歌曲 那就是夢裡相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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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分享 夜月起寒静静徘徊 徘徊在小桥楼台 景色依旧阳尘不再 任何你及时回来 我有数不尽的悲情 寄托在梦里带给你 虽然千山万水隔离 但愿在梦里相依 一首老歌存在的一段回忆 也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动 是的 这首歌给编号二黄晓芬 把它带回到小时候 跟爸爸一起哼唱 山歌跟民谣的快乐日子 是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他为我们演唱这首歌曲 小时候 小时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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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英杰你呢 唱老歌对我来讲是蛮挑战的 因为很多转音 所以还好老师指导 所以还在学习 所以你是觉得你还不够老是吗 差不多了 是来这个舞台的 差不多了 但是什么 年轻有活力嘛 对对对 乐龄有活力嘛 所以大家不要有这个观念说 要老歌要够老才能唱 所以其实呢 我们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听听看我们评判老师 有什么话要说 好来我们请春心 英杰 确实哦 我觉得你唱这首歌呢 感情没有放在歌曲上 有一句叫 我有舒服劲嘛 那个劲我觉得这个 不容易唱 因为它这个音 所以我是觉得说 你应该先把发音 后再加嗯 这样会更好听 而不是直接上去那个嗯 让人一及时回来 我有数不尽的悲弃 比较精彩会有点闷闷的 加油加油 谢谢老师 小峰 这首歌用美声唱是对的 因为这首歌 它的声音都是集中在上面 但是我觉得是说 可能你再放松一点 会更自然一点点 有些音我记得压 挤压得太过重 因为它听起来有点尖 你在唱歌的时候 那个眼神有点 有些漂浮不定 如果你是 我觉得是说 如果你要从这个眼神表达的话 我觉得是说 可能你要在一个角度 停留一阵子 不要太过快闪开 我觉得这样会 看起来会觉得 很不自在 OK 加油加油 小峰 衣服亮丽多了 人也觉得比较自信 对不对 人也比较开心 可能你的性格 是属于比较活泼的 对吗 是的 可是为什么你没有表现在 你的歌曲里面呢 另外就是你身上有这个围巾啊 你可以利用它 做你的表演工具 可是我在这首歌曲里面 没有看到你有更多花样的 这个表现 这是一点小小的一个遗憾了 另外就是 但是记得 唱歌高音也好 轻音也好 拉音也好 全部都要靠这个气息来支持 所以我想你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 音节 你的咬字非常的清晰 所以我觉得对一个听歌的人来讲 这是一种享受 那缓慢当中呢 有些许的柔情 只是如果你晋级的话 音节 不要唱快歌的时候呢 就不能够这样了 四平八稳的 要多一点笑容 多一点肢体 多一点的交流 这样才会精彩 好 祝福两位 谢谢老师 谢谢 音节 音节 我觉得你在唱歌的时候呢 脸部的表情 肌肉会有一点僵硬 其实你可以 把你的曲帆 稍微抬起来一点 像话 你在发音的时候 没有这样僵硬 像你在唱 我有数不尽的情 这样的感觉可以放进去 就不会显得那么白 其他我觉得唱得蛮稳定的 小芬 小芬我觉得 要再活泼一点 好像你唱到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断开 多一点节奏 这样你就会有活泼的感觉 还有就是你的声音的控制 不是难力的非常好 所以有时候会感觉 那个声音有点接纳 一点点这样子 因为那个是关于你控制 所以你可以在控制方面呢 多练习 谢谢 那接下来就要看看导师们 他们今天验收成绩的时候 又觉得怎么样 好来我们请坤杰老师 小芬 大家都知道你是一张白纸 第一次参加比赛的 所以你在各方面的基础 都还是没有很好的把握到 不过呢 任何一把声音都有 它非常适合的一种歌路 去学习去发挥的 我非常庆幸的说 你跟我学习之后 你找到了 你适合的歌曲了 好比说 原来我可以唱小调 因为你基本上 很喜欢唱刘三姐的歌 假如你还没能掌握得好 继续努力 好 那继续加强 以后呢 你总有机会发挥到的 谢谢老师 好 接下来欣灵老师 英杰这首歌 太多的低音 也不是很适合你 那我们的嘉宾评室都说 要看到你唱快歌 我就开始冒冷汗了 如果万一你真的能够 杀进大决赛的话 我们一定要脱胎换骨 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 李英杰 我们一起加油 好 谢谢老师 好 加油了 好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谢谢 每一首歌呢 都有它的生命力 如果说一首好歌 遇到一把好声音 我相信 它会带给大家 无限的感动 是的 上一用歌声说故事的 这位柯雪林 要带来一首 大家耳熟能详的 《易难忘》 是 她特喜欢这首歌 因为它里面有三段 不同的感情铺陈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它诠释的如何 谢谢 蓝色的街灯 泥泥在街头 不知对错 我 年轻月色 星星在闪耀 我在流泪 我在流泪 没人知道我 谁在朝阳 远去奇迹传来 想念你的 想念你的 我爱唱的那一首歌 白色的毛衣 你留我身边 抱入怀里 穿来暗箱 我心已憔悴 我在流泪 我在流泪 没人知道我 谁在朝阳 远去奇迹传来 想念你的 想念你的 我爱唱的那一首歌 你 我的回忆 该是两相同 痴痴痴天涯 为何不见 我心已破碎 我在流泪 我在流泪 谁在朝阳 远去奇迹传来 谁在朝阳 远去奇迹传来 谁在朝阳 远去奇迹传来 我爱唱的那一首歌 我爱唱的那一首歌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 个性沉稳的俊强 她跟她太太结婚多年 到现在还是爱得如痴如醉 哇 很好啊 爱到你死我活 相当的恩爱 怎么样 真的很令人羡慕 对不对 是的 所以今天特地选唱 她太太最爱听的这首 欣欣相应 感谢她太太一路陪伴 风雨同舟 天边一颗心 沼着我的心 我的心也迎着一个人 肝苦是给我滋润 迷惘是给我指引 把无限的热情 把无限的热情 温暖了我的心 温暖了我的心 她的一个心 就是天边心 她的一个心 接着我的心 我两心心相应 天边一颗心 温暖就对良心 沼泽我的心 我的心也迎着一个人 甘苦是给我私论 迷惘是给我指引 把五星的热情温暖了我的心 他的一颗心就是天边心 沼泽我的心 我两星星相遇 一难忘 我的感觉就是 很经典很经典的一首歌 不过他的困难在他有三段歌词 评判一定抓你 这三段你怎样表现 有没有不一样 有没有层次 那雪莉你又是怎么样去铺陈的呢 头头呢我还不怎么会表达 听过JJ老师说第一第二你要想象 这个人你还盼望他回来的话 还是你想象他一定会回来 那我就 不要调皮一点点 不要Jazz一点 还有一点舞蹈 带一点舞蹈 那平凡老师们觉得他们表现如何 我们就来听听看好不好 雪莉 我觉得你很有自信在台上 然后感情丰富 很容易感动到人 这个是非常好的 对 然后 可是我觉得有一些地方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再打开一些场 会更有画面感 我觉得声音在你听起来会稍微紧一点 其他的地方都很好 我非常喜欢你的那种自信 做自己的那种感觉 好的 谢谢老师 点评 敬强我觉得你唱次我歌唱给太太听 还可以再唱的更甜蜜一点 可以面带微笑 一颗心跟一颗心 所以你的脸部表情会影响到你的声音出来的那个感觉 谢谢 敬强 这首歌你没有犯太多太多的错误 只是觉得你很紧绷 你就是一个模式里面很小心 节奏就太谨慎了 可以开放一点点 谢谢 雪莉呢 这首歌是一首日本翻译歌曲 所以你厉害的地方就是 因为你的那个演歌的那个 interpretation 你懂得怎么做 而且做得很漂亮 所以你选这首歌是对 但是那个表情就太过的苦涩 我在想 如果你要进圈的话 你可能要接触快歌 狂野的歌 狂野的歌 Diva的歌那种 所以你要逃造你自己的内心世界 准备好你的心理状态 让你自己可以挑战不同的歌曲 好的 我的点评到这里 谢谢 谢谢 好雪莉 在你这首歌里面呢 我听到灰色跟蓝色 尤其是那句蓝色的街灯 它是so la so mi 那个mi是一个flat来的 但你唱的不错 谢谢老师 然后再加上刚才那个 我爱唱的那一 所以那个我 我其实它有带一点弹性的 我 我 但是刚才我没听到 整首的话我都相当满意的 很不错 谢谢老师 俊强的这首《心心相应》呢 我叫这首歌 其实要唱到行云流水的感觉 因为这首歌很多的一些圆滑音 很多句它都是要一起喝成的 刚才有几句我听到是不错的 可是却有几句是突然间断掉的 再来就是那个连音 照着我的心 照着我的心 我两星星相应 照着我的心 我觉得它有点粗糙了 照 好 加油 静玲老师 俊强 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你演唱这首歌 你有做到我想要的 而且你之前的就是副赛子的时候 我看到你的眼神是一直飘一直飘的 现在你完完全全整个改变 我真的很感到欣慰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老师 好 那谢谢老师 雪玲今天好多评审的话 你看对好的歌手 都是会有特别多的要求 我刚才在看你表演的时候 我听得出也看得出你在表演什么 然后我再用我自己的想法去融入在我的故事里面 这就是你的表演 谢谢老师 好的 谢谢 恭喜 谢谢 两位同学都有很多的导师 还有嘉宾们点评 我们好好去后台想想 可以再怎么样的去加强好不好 好 谢谢两位 谢谢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学员 是第一次尝试唱这个年代的歌曲 是 虽然是第一次尝试 但是他对于老哥是完全不陌生的 因为他从小就跟妈妈一起听老哥 因此他满满都是回忆 他就是周德莱 要以这首《如果没有你》 来向经典致敬 如果没有你 日子怎么过 反正长一段我就只能去窗户 我的心也睡 我的事也不能做 如果没有你 如果没有你 日子怎么过 反正长一段 我就只能去窗户 我不管天多么高 更不管地多么厚 更不管地多么厚 只要有你伴着我 我的命便为你热火 如果没有你 日子怎么过 你快靠近我 一通天去心生活 如果没有你 日子怎么过 如果没有你 日子怎么过 如果没有你 日子怎么过 如果没有你 反正长一段 我就只能去窗户 如果没有你 日子怎么过 反正长一段 你将来 我一通牵起心生活 和我一通牵起心生活 如果没有你 日子怎么过 一通牵起心生活 最后一位同学沈耀坤 同样要挑战自己 同样是带来他的第一次 是这是他第一次演唱比较轻快的歌曲 不晓得他会不会跟着一起舞动 这首歌发表于1955年 他最早的版本是由古巴跟法国的歌手演唱 是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歌曲就是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讲 只有你才是我梦想 只有你才叫我牵挂 我的心里没有他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讲 我的眼睛为了你看 你才是我梦想 只有你才叫我牵挂 我的心里没有他 我叫你自己才叫我的心里哦 你才叫我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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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牵挂 你 只從哪裡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 不是我把自己問自己嗎 只怪我當時沒有把你留下 對著你把心來忘 讓你看像一個明白 我的心裡可有它 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它 你要相信我的情侶並不加 只有你才是我夢想 只有你才跳我牽活 我的心裡沒有它 只有你才是我夢想 只有你才跳我牽活 我的心裡沒有它 看了編號五跟六兩位同學的表現 我真的相信黃金舞台 通過老師的教育 真的能夠把木頭變成一個 會跳舞的精靈 最令我跌破眼鏡的 就是耀坤 平常講話也絲絲文文 小小聲的 今天跳起舞來 可以說整首歌好像沒什麼停過 這就是你活潑外向的一面嗎 不是 你平常也是沒有跳舞 沒有 那你今天怎麼這麼大膽 老師 你的老師會叫你這樣子嗎 對啊 那招好像是我每次在教的 你沒有看過而已 你也有這一面嗎 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我來穿大衣 然後我示範給他看是要這樣的 哇 老命都豁出去 對對說真的 很enjoy很enjoy 真的 的確是 那得來你平常都有在跳舞嗎 以前有跳一些cha-cha 其實那個cha-cha也不是真正學 就是看電視啊 就是這樣 是不是不這樣 可是你知道嗎 就應用在這裡 你在跳的時候 我們的工作人員 尤其是女生啊 前面講 哦 他肯定會跳的 你知道嗎 所以你的韵律 你的舞動很有說服力 好 那我們聽聽看 評判老師覺得你們今天的表現 讓他們覺得如何 耀坤 要你跳成這個樣子啊 也真是不容易啊 辛苦了 辛苦了 謝謝老師 我想說的就是 特別是前面的那個 獨白式的清唱 不容易掌握 但是我覺得你好像 最享受的就是那個部分 可以讓你自由發揮對不對 對 OK 所以我覺得選曲很重要 有一點點我不是很滿意的地方 就是你這首歌的編曲 那音量非常的大 所以後半段我覺得你歌聲 雖然不是弱 但是不平衡 所以聽起來有點辛苦 所以可能現場的時候還要特別注意 如果音量那麼大的話 你還要自己再加一點 加碼一下 讓自己更大聲 好 等來我覺得你好像在放電呢 有沒有 OK 很帥 舞步也很自然 雖然你說你沒跳過 但是就是說可能你就是天生就是可以跳舞 身材也非常非常好 所以這個是你的舞台的優勢 但是我有一點點的意見 就是說你的音質並不是非常的特別 就是好聽但是沒有到非常好聽的那種狀態 所以如果你進圈的話 你一定要在這方面你的音色 那個color還有tonality一定要加強 然後要突出你本身的個性 如果你是那種明快爽朗豪邁的人 表現在你的歌曲當中 這樣就很自然 有一點水到渠成的感覺 所以我希望這方面你跟老師多多的學習 加強這方面的記憶 OK 謝謝老師 德萊同學 我覺得你今天這一首歌 比上一首歌表現的 這首歌表現得好很多 很輕鬆 然後你的臉部表情也很豐富 只是我覺得你可以在音準方面 可以再加強一點 我的事也不能做 我的命便為你而活 會比較明顯的 它會往上飄 所以你可以再為音多練習 耀昆 我希望你可以把你的表情再放輕鬆一點 好 因為可能你還是會有一點緊張 所以臉部表情跟你的肢體語言 不是完全很搭 你要相信我的情編不佳 我的眼睛為了你看 我眉毛為了你畫 從來不是為了它 然後在節奏的點 要再抓緊一點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這首歌的它的源頭是來自西班牙的一首情歌 有些句子它是有些異音的 我的心裡只有你 它是一個 沒有它 在西班牙它有這樣的一個唱法 如果你能夠在某些句子加上這些 我覺得它的味道就會更濃 另外的就是說我覺得 我會為你今天的表演會給你加分 為什麼 因為你有豁出去 你有敢於嘗試 值得鼓勵的 真的真的 好 加油加油 謝謝老師 好 得來整體來看也是很不錯 我也是挺喜歡的 那麼唯一就是要挑的一些就是 我覺得那些 凡是有那個 哦字的 我覺得你還發的不夠好 那個某音 你很快迅速的把它收 就好像那個 過 還有那個 我 我 停留在 哦 我沒有意 日子怎麼過 反正長一段 我就只能去闖火 剛才有一句我 聽到那個 不管天有多高的那個高 聽起來 挺好聽的 那就是整個 從頭唱到 唱到尾的那個 突然間 跑出這個音色 我覺得 他有吹歌到我 我覺得這個很不錯的 兩位加油 兩位加油 謝謝老師 好 自己的導師又怎麼看呢 來我們聽聽看 坤姐老師 得來你非常的享受 而且真的是放鬆了 你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加上又唱又跳的這種形式 在我們練習的時候 一直強調的一點 就在中班隊 一定要站起來 站住了 轉定了 好好的表演 那你又做到了 你看老師們都有頻道說非常好 這就對了 要這樣子做 那今天做到了 我非常欣慰 耀控今天 坦白說 不設計太多舞台表演的話 你其實可以唱得更好的 那可是我們 在做一個表演的時候 還要考慮到 就是觀眾的話 會有些期許 一首這麼有舞台 有感覺的歌曲的話 如果沒有配合 一點點舞蹈來表演它的話 那歌唱得再好的話 它還是遺憾的 所以我們今天 把你一點點的那個 經歷 一點點是不是 分散去 去舞蹈方面 那我們呈現出的 整個表演的話 不完全 所以唱歌表演 不完全是為自己 還要 讓你的觀眾 也可以看得出 你的用心 還有舒服 好不好 努力 好 希望你們今天的這個突破 你們的努力呢 能夠為你們爭取到好成績 晉級到下一個回合 好不好 繼續加油 那在這邊也要謝謝 我們的三位評判嘉賓 辛苦了 謝謝你們 謝謝 完轉動聽 用心演繹 六位選手實力不相上下 誰將成功晉級呢 六位同學十二首金曲 我們即將要為大家公布的成績呢 是結合的他們兩首歌曲的平均分數 然而這六位同學當中只有四位能夠晉級 有兩位即將被淘汰 是的 這六位同學得到的平均分數是多少 是的 好緊張喔 來 我們一起來看看我們的成績榜 請看 好 最高分是78.3分 而最低分是71.7分 在上個星期排名最高分的就是雪玲 是不是這一次又是她最高分的平均分數 還是她最高呢 請看 恭喜柯雪玲 依然是佔據在第一名的位置 恭喜 恭喜雪玲 好 接下來我們要為大家公布的是 第二高分的到底是哪一位同學 是 請看 不同了 恭喜沈耀昆 跳出一個春天了 是 好 接下來我們要為大家公布的是 排名第三的 那排名第三的她就是請看 英傑 恭喜 越來越地滑落了一個位置 那麼進圈的名額剩下最後一個了 是 那現在呢我們就先為大家公布的是 奠底 是 也就是排名 排名第六 現在只有得來 俊強跟小芬 請看 喔 小芬 不好意思 唉 小芬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你的成長 好不好 繼續努力 有機會再來 對 我們剩下兩位同學了 就是排名第四跟第五的 是 排名第四跟第五 兩個人有不同的命運 排名第四能夠進入我們下一個回合的比賽 而排名第五就必須要打包回服 對的 那就一起公布吧 好的 請看 排名第四 恭喜得來 獲得了晉級的機會 好的 那代表呢 小芬還有俊強呢 就即將要離開我們的黃金舞台了 不曉得兩位在離開之前 有沒有什麼話要對你們的家人朋友說的呢 還有導師 來 小芬 我要非常感謝昆杰老師 沒有放棄我繼續一次加速的指導我 讓我提高我的歌唱的技術 好 俊強 謝謝昆杰老師的指導 這一次能遇到他 真是我的榮幸 我學了很多東西 怎樣去傳播一首歌 也給我很多機會 謝謝老師 好 繼續努力加油兩位 好不好 謝謝你們的參加 謝謝 在這裡呢 要非常感謝三位勞苦功高的導師 謝謝你們 辛苦了 謝謝 當然也要恭喜四位晉級的同學 繼續加油喔 是的 恭喜你們 當然我們也希望呢 下個星期 大家依然能夠鎖定我們的節目 來看看另外六位同學們 他們進行的淘汰賽 是 六位同學 到底有什麼秘密武器呢 希望大家繼續收看 黃金年華之鬥歌敬意 樂靈有活力 我給他吸引過去 完全忘記要打分耶 他把那時候的那個無奈那個心情 唱得很棒 非常有五百的那個Feel 我的愛 感覺到她是你的菜 對 被聽到了 好厲害喔 黃金年華之鬥歌敬意 星期五 下午3點30分 八頻道與Me Watch同步觀看